各位朋友大家好 祝各位弟兄子民平安 大家好 我叫王浩然 是王浩然王牧师 那么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我现在呢 给大家讲一个系列的讲座 那么这个系列讲座呢 就是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这也是我几年以来祷告 然后向神寻求祂的旨意 那最终呢 我决定呢 在2020年年底以前呢 完成这项工作 求神悦纳 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 然后我们一起来成就神的施工 让神的大爱临到我们的世界 好 那么呢 我上一讲呢 第十一讲呢 讲的是国家要实行法治 公民要有信仰 有道德 有文化 遵守法律 服从权柄 这是圣经要讲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那么我讲现在呢 OK 那么现在呢 给大家讲这个第十二讲 好吧 OK 第十二讲 那什么呢 就是纪念约约节 牢记神的拯救和恩典 OK 那么 这个题目 一说起来的时候 你可能就觉得有点意外 是吧 约约节是什么呢 是吧 我们华人呢 是没有这样的节日 对不对 那么呢 因为我们脑子里啊 没有这个救恩的意识 在这方面 那么我们认为 人之初 性本善 是吧 何乎 何需要你在去拯救我呢 OK 但是现实情况不是这样 你看到这个社会的腐败啊 这个官官相护啊 各种这个 这个拜金主义啊 这个乱 整个社会的乱啊 大家都不知道 如何是好 生活水平提高了 可是呢 这个方面子这么糟糕 不可救药 OK 不可救药 问题就出在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不懂得救赎的道理 不懂得救赎的道理 那么神 他通过圣经 通过圣经 他启示 他要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纪念啊 这个啊 我们要纪念这个预约节啊 要纪念这个救恩 你看这个人 我们需要救恩 需要救恩 人人都需要救恩 如果你啊 不明白这个救恩 没有没有被拯救啊 那么呢 你的今后的日子 你这个家庭啊 你这个社会 会有很多问题 你自己 你是这社会啊 是无法解决的 无法解决的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预约节呢 这个事情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也是这个啊 出埃及记 一会儿会把这个经文呢 给大家适当的一个引用一下 因为现在时间关系 不可能全说 是吧 那么犹太人呢 他们要过一个预约节 那么这个预约节呢 啊 可以说是犹太人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哎 啊 什么 为什么说 他们是 又什么 又有这么 最重要的这么个节日呢 因为原来的犹太人 是散居的 他们没有住在自己的 这个迦南地也好 现在伊斯利 这个土地上也好 哎 他们也没有 他们的耶路撒冷 这个首都啊 是他们的祖先呢 最早的时候啊 那是在这个啊 到埃及去居住 啊 到埃及 那么在埃及以后呢 他们就这个 他们的繁衍呢 这个种族啊 繁衍的挺快 是吧 那么呢 可是在埃及呢 就以这么一啊 一在埃及一居住啊 以这个就是 这个到埃及一居住的 一居住住了四百年 啊 到住了四百年 那到了四百年当中啊 伊斯利这个种族啊 他那个民族啊 人口又扩大了 是吧 男男女女 是吧 但是呢 他们呢 一直是啊 这个在这个埃及社会呢 出于下策 OK 而且在伊斯利人看来 他们搬砖呢 用瓦呀 净干的 这个脏活 累活 啊 就是吃苦的 吃苦的 哎 然后他们呢 有很多的怨言 有很多的怨言 然后呢 那么 那么神呢 看到自己的选民 这么苦 啊 这么累 是吧 啊 为奴 啊 地位又低下 是吧 神呢 就看着这个景观以后 就想把他们 这个 救出来 啊 这很想着 那么救出来呢 是不是 他就选择 他自己一个仆人 谁呀 就是伊斯利这个史上啊 最有名的先知 谁呀 摩西 摩西 那么啊 这是过程 对不对 他怎么把他们救出来呢 OK 我现在给你引用一点经文呢 你可以比较了解这个情况啊 OK 那么呢 这是出埃及记呢 第十二章是这么说的啊 五到十四节啊 他说 他说呢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 公羊羔 他们或从绵羊里取 或从山羊里取 都可以 要留在本月十四日 在黄昏的时候 伊斯列全会众把羊宰了 各家要七点雪 涂在吃羊的房屋 左右的门框上 和梅檐上 那么第三节说 这雪要在你们 所住的房屋上 做记号 我一见这雪 就越过去 我击杀埃及地和 投生的时候 灾殃 必不临到你们身上 灭你们 你们要记纪念这日 守卫耶和华的节 作为你们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力 这是这个情况 那么再后看 这个初爱基记第十四章 然后三十节 他怎么说呢 他说当日 耶和华这样 拯救伊斯列人 脱离埃及人的手 伊斯列人 看见埃及人的尸体 都在海边了 那么最后一节呢 就是出埃及那时候 过红海 那个就是说 那么 这个伊斯列人 这个伊斯列人呢 他们把这个 伊约节 这个看成是 他们得到 从奴隶 变成 这个 普通的民众 从奴隶 人的奴隶 别的国家的奴隶 变成 耶和华 神的选民 真的是有尊严 可以独立了 然后呢 神也赐给他们 迦南的美地 乃和密之地 让他们居住在那里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呢 伊斯列人呢 就非常重视 这个约节 那么 我们 作为 这个基督徒 或者 作为一个 世界上的人 对不对 那么在 这个圣经呢 他告诉我们 要纪念这个约节 要过这个约节 那么就是说呢 我们要 铭记这个救恩 我们需要救恩 因为这个人 那么 前面呢 我们给大家 特别分享 讲过啊 就是人 最早的时候 亚当和夏娃 刚造出来的时候 他是义人 他是没有罪的 OK 那么 后来 因为 我们的师祖 在耶典园里 吃了这个神 告诉他们 不该吃的 善恶书上 就是 善恶书上的果子 谁就 违半了这个经历 把这个罪呢 就带到了自己的身上 OK 那么犹太人 他们同样 带着这个罪 带着这个罪 而这个罪 很可能 也是他们 在埃及 被受奴 为奴 这个受罪 神给他们一个体罚吧 一个体罚 对 那么神看了这种情况以后 那么救了他们 而我们 这个也要纪念这个约约节 那么就是说 我们也是 从我们身上有这个罪 要有这个罪 那么 这个是从 就旧约来讲 那么 从我们新约的角度 来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 那么犹太人呢 他们是在旧约里 他们是威奴 被拯救了 他们是靠着羔羊的血 对 然后涂在门框上 然后神过的时候 不宰杀他们 而宰杀的是 这个不涂在门框上的 不知道这个信息的 那些这个埃及人 因为他们知道 神告诉他们 涂在门框上 把这个杀了羔羊 流出来的这个血呢 涂在门框上 神就认出来了 对不对 他们就神 他们都避免了 被神击杀 那么他们通过这种方式 蒙了这个拯救 那么后来呢 神又派摩西通过过 主要这个 过这个草原呢 是吧 在旷野里 这个四十年吧 然后又过了红海 又把他们带到迦南去 最后真的把他们给拯救了 是吧 那么我们呢 作为外邦人 对不对 我们不经历这个过程 那么我 但是我们同样带着原罪 带着不认识神的罪 带着我们很多骄傲 贪婪 这个好饮 这个嫉妒 发怒 好吃 懒惰 各种各样的罪 是吧 各种罪 那么同时我们也犯了各样各样的罪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们的罪怎么被除去 我们的罪怎么被救赎 我们怎么被拯救出来 那么就是说 我们在犹太人纪念约节的时候 那么同时也是我们每个月 可能是每个月的第一周 这个主日 你要守这个圣餐 是吧 要守圣餐 那么守圣餐的时候 你要吃饼 要喝杯 是吧 这是干嘛呢 这是纪念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 喂我们的死 这是什么 我们就说 每年那个受苦节 Good Friday East Monday East Sunday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 不管你是信耶稣的也好 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也好 对 那么呢 只要你有罪 OK 你是人 你就从元祖那里带来罪了 那么带这个罪 它是传递的 那么传递的呢 那么最后就在我们身上 他说 不是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 我们从始祖那里 一代一代的传现的人 从那儿都带着这个罪呢 那么这个罪呢 它就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 那么这个罪怎么除去呢 我们自己无法除去 也没有任何一个高人 可以帮你除去 也不可能从你修善 几则来除去 也不能通过哪个法官 审判你说你能够除几一遍了 OK 明明了 而是从根本上讲 那就是说 我们通过 这个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OK 他为我们的罪死了 他替代了我们的罪 因为神派他来 专门是替代我们的罪的 OK 他是义人 他可以有能 有能力 有这个素质 有这个机会 他可以替代我们的罪 OK 是不是 那么他一人 在十字架上有死的 那么我们每一位 更信耶稣的 然后 这个 归入耶稣的人 那么我们的罪就会赦免了 那么就是 因信诚义 是吧 那么这个是圣经的 所以我们要纪念约节 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纪念一位 弥赛亚 这位救世主的诞生 那么在新约的时候 后面会讲这个事情 这就是说 那么我们要牢记神的救恩 牢记神的拯救 牢记神的恩典 让我们活在一个恩典当中 珍惜这个神 他为我们珍惜神的救恩 那么我们也期盼 每一位现在还不认识 还不知道 你现在为什么有很多纠结 很多的问题 然后和自己的丈夫有问题 和自己的妻子有问题 然后呢 你看到你周围的世界 是这样的不公平 你看到你周围的世界 是这么的乱 这么的乱 那么我们有时候在微信里 常常有人说 对不对 那么就会有一些消息发出来 他们有一个女性 她交了一个男朋友以后 然后呢 这个孩子才三岁 然后呢 这个三岁的孩子 然后呢 在他们亲近的时候 或者是会男朋友的时候 打搅他们 他竟然把这个孩子呢 把他捆起来 是吧 然后呢 让这个孩子 这个体罚他 然后用开水烫他 是吧 做这种事情 你这种事情也很 不少很多的啊 你看到这种丑陋的现象 不是通过简单的传教 能够解决的 人的内心里 是吧 他是罪行使然 所以伊斯利人呢 他们纪念约节 他们蒙了拯救 是因为羔羊的血 那么我们现在 不可能再重复一遍 伊斯利人的生活 也不可能重复一遍 他的历史 但是呢 有一个捷径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纪念我们的约节 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而死 死在实际下场 OK 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了 我们的信他 就是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说的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让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亲爱的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们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这个到底讲的什么呢 那纪念约节 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 OK 信耶稣得救得胜 好 今天呢 就把这个纪念约节 牢记神的拯救和恩典 这个圣经要告 到底讲那么什么道理呢 分享给大家 谢谢你的收听 收视收看 请你转发点赞 这个 这个 今天的正道和节目 频道啊 给你的朋友 家人 同学 同事 还有你自己的群里 让我们一同来 把我们的社会 建设的更美好 让我们的咨孙后代 更有希望 更有盼望 OK 好 再见